支聯會去年舉辦六四集會之後 共26名民主派人士 包括支聯會主席李卓人、副主席何俊仁 和壹傳媒集團創辦人黎智英 分別遭票控舉行名之而參與 以及煽惑他人參與未經批准集結罪 其中除了朱凱迪 今天在區域法院申請無需答辯外 黃之鋒、岑澳輝、袁家衛和梁凱晴都承認控罪 夏至偉資深大律師代表朱凱迪指出 朱凱迪仍在考慮會否認罪 所以今日不會就本案作出答辯 法官提醒朱凱迪有機會因而失去三分之一刑期扣減 案件將押後至6月11日西九龍法院再信 屆時將與另外19名被告一同處理 並以中文審訊